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是不动产经营系 民法概要2下学期的课程 我是授课老师林慧元 民法的课程主要在介绍我国的民法典 民法典的架构主要分成大篇 包含总折再篇 不全篇、亲属篇跟继承篇 我们在上学期跟各位说明过 总折跟再篇 因此这学期我们会在接下去 跟同学说明不全篇、亲属篇跟继承篇 物全篇包含10个章节 主要有通折、所有权、地上权、农育权 不动产义权、抵押权等 不动产物权以及执权、点权、流字权等 动产物权还有占有所构成 物权的类型 依其作用,我们可以将其区分为 用意物权及担保物权 用意物权包括地上权、永电权、地义权、点权 担保物权包括抵押权、磁权、柳字权等 相配合的条文如架构图所示 另外最后我们还会再说明关于占有人的权利跟义务等 云法典的第四篇是亲属 主要由七个章节所构成 包含通则、婚姻、父母子女、监护、抚养、家、亲属会议等内容 亲属关系的种类 主要有配偶、姻亲和血亲 而关于亲属关系的发生 主要有婚姻关系、出生、认领、收养 另外还有法定血亲跟自然血亲的区分等 关于相关内容 我们会搭配课程进度再跟同学做说明 民法的第五篇是继承 主要由三个章节所构成 由遗产继承人、遗产的继承、还有遗嘱等 配合课程内容 我们会一一再跟同学们做解释和说明